让弗洛伊德大师告诉你时商、财、观煞的意义 时神当中的时商、财、观煞 用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来类比 就等同于本我、自我、超我 时商就是本我 满足本能冲动、遵循享乐原则 是内心感受自然流露和表达 时商体现为能量的输出 可以取向为表达能力、创造力、感悟力等等 时商能量强的人就会像小孩子一样 无知无数 就如同人的婴儿时期 是本我思想表现最突出的时候 观煞就是超我是人格结构当中的管制者 表现为道德化的我 征询社会规范、伦理道德 观煞能量强的人就有很强的责任感、自我约束力 在心理年龄上更像是一位成年人 习惯自我反思、遵守规范 当本我和超我产生矛盾的时候 弗洛伊德就设了 那就需要用自我的力量来做协调 而自我的力量就可以等同于时神当中的财 财的能力强就会遵循现实原则 以合理的方式来满足本我的要求 成就超我的高度 例如当一个人想要为了快乐而消费的时候 就去衡量费用和成本 在现实经济条件的约束下进行合理的消费 因此财望的人都是有收支、有度、十分务实这样的特点 具有很强的理财观念 用本我、自我、超我来理解时商、财、观煞这样的概念 虽然这种类比只是时神类像当中的一个很小的应用 但你会可以很轻松的发现 原来自己性格中哪种人格特质会多一点 毕竟命盘一排一目了然